主播各位觀眾 亞運柔道賽場 真的是中華隊的重點奪牌項目之一 繼前一天楊詠偉奪下金牌之後 今天是柔道女王連真琳 也順利的拿下金牌 讓我們來聽一下她怎麼說 我真的覺得很像在做夢 因為東京奧運結束以後 亞運金牌是我決定繼續 站在場上的理由之一 所以我很高興我今天做得到 做到了 那我們回去談這場比賽 就是當下是黃金得分製 對 那那個時候你是以半勝勝出的 對 那其實那時候 預知倒是有好像緊急進攻吧 對 那當下你是抓到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扭轉那個形勢 其實那個已經不是說 是 就是 想好的就是那已經是 就是從以前練到現在的身體反應 做出來的反應 不是說刻意去 抓她那個反出來的動作 所以 那就是從練習中去 就是 呃 呃 技衣 身體技衣 技術做出來的一個動作 反射動作而已 好的 這一次是連真林第四次扣關亞運的賽場 經驗呢 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 金牌戰對手是日本的好手 玉智濤 先前兩人也有多次交手的經驗 他也提到當下到了黃金得分制那時候的狀況 永遠真的帶給我很大的力量就是嗯他不會說因為他現在就是成績很好然後就會高或是怎麼樣他就是真的是很真心的就是想要我們他也是常常說我學姐我們一起為台灣柔道努力所以他真的帶給我很大的信心就是繼續走下去的一個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連真林奪牌當下呢跟這個教練擁抱情緒可以說是相當的激動而這個蔡宜芳蔡教練可以說是功不可沒接下來呢未來還要陪他爭戰2024的巴黎奧運賽場讓我來聽一下教練怎麼說 他可能在心裡面一直說過好幾次他想要做什麼事但其實我這時候我只有告訴他享受比賽 對因為再給他更多的東西他會很多很多複雜因為他早在他的心裡面腦子裡面亂過100次不下100次1000次1萬次因為他們兩個都太熟悉了所以他只是一直在找熟悉的過程當中有沒有再有更多的機會那麼小小的一個機會 好 最後連真林提到說今天拿到金牌喔其實前一天楊詠偉奪金對他來說鼓勵非常大算是相當強的一個動力 而他也透過鏡頭呢向大家來感謝包含全台灣所有支持柔道的選手以及觀眾們他們要說他們能夠做到征戰到了亞運的賽場連續兩天都拿下金牌 以上是我們在杭州掌握的最新狀況時間鏡頭交還給同內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